你还小,不会管钱,妈妈替你管。 你的历史钱,也曾被家常暂时保管或者占用吗? 近日,人民政协报一篇名为 家常要求孩子上交压岁钱。 违法吗?的文章指出, 压岁钱是常被对孩子的有效赠予, 属孩子的合法私有财产, 受到法律保护。 父母随意动用和支配孩子的压岁钱, 则是违法行为。 根据中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 监护人除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而压岁钱作为小朋友的财产, 不应被随意处置, 而应用于小朋友利益方面。 该文一指出, 家常可以帮孩子保管利事前, 但建议家常单独为小朋友设立财产账户, 为其存储,包括但不限于压岁钱等其个人财产, 可最大限度避免孩子财产与家庭财产, 监护人财产混同, 对保护儿童权益意义重大。 其实,孩子和父母因立事前, 在法院对簿公堂已不是新鲜事。 早在2018年, 云南一女大学生就因父母离婚后双方均不愿意支付学费, 故将其告上法院, 讨要5.8万元压岁前交学费。 经法官调解, 该女大学生父母最终同意定期向其支付大学期间学费及生活费, 直至其大学毕业。 同样, 温州一位母亲取走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56万历史前, 与丈夫离婚后被丈夫及子女起诉, 要求归海历史前。 最终法院判决, 该女子需将压岁钱连本代息赔偿给三个儿女。 最终法院判决,